这场参序活动让疫情烧尽了台中市府跟议会 包含了两位副市长 六位局长以及三位市议员都陆续确诊 而市长卢秀燕因为先前有访客确诊 从27号就开始进行居家隔离 外界现在开玩笑说市长运气好 目前应该是全市府最安全的人 应该要好好感谢让他居隔的贵客 就怕也有出席关键参会的新闻局代理副局长 会把病毒传给台中市 谨慎可以正常上班的副市长陈子敬 包含台中市长卢秀燕三加四居隔中 另外两位副市长和教育局 新闻局运动局等六位一级主管 还有三位市议员以及四位府会同仁 分别出席上个月26号和28号的参会 让疫情烧尽市府和议会 公务都正常在进行在推动 这一点跟所有市民朋友报告 请大家放心 市府强调尽管多名局处首长染疫 但依旧透过视讯方式 进行相关的会议和决策 上午也由副手和专委到议会备询 对此有议员质疑 无法进行决策 根本毫无意义 与其这样的一个可能没有效力 也没有效益 所以我们建议还是视讯直接执行 可能会比较好 而这回因为参会 让疫情烧尽市府团队 但台中市长卢秀燕 因为日前访客确诊 从4月27号开始三加四居隔 堪称是目前全市府最安全 外界也惊呼运气好 市长也呼吁同仁 这段期间减少非必要的残悔和活动 多注意支撑健康 避免让病毒残上 这里是王英璋台中报道